歡迎回到新現場 現在國際間都推出所謂的疫苗護照 包括最早啟動的就是歐盟了 再來就是英國、美國還有日本也在26號跟進 那麼台灣有記者詢問指揮中心是不是要跟進呢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而目前台灣的接種率還是偏低的 而另外也考量到 有一些人他本身不想打疫苗 所以有人權的問題 未來會跟專家來討論 因此台灣目前暫時沒有打算跟進 日本東京品川區 許多人在事務所營業的同時已經前來報到 他們要申請的就是26號才開始發放的疫苗護照 根據日本電子媒體報導 除了推出紙本之外也朝數位化發展 只要透過二維碼對著手機螢幕掃一下 就能夠輕鬆驗證 而現在發行的疫苗護照屬於紙本 大約A4只張大小 日文跟英文響列申請者的姓名 國籍還有接種疫苗的日期種類等資訊 一覽無遺 而這本疫苗護照也會普遍流通在 日本國內相關的活動上 那國內何時又會開始啟用這個疫苗的通行證 就是例如說進入特定場所需要看這個疫苗的證明 陳雪中表示目前台灣的部分疫苗覆蓋率還是偏低 不打算跟進 同時也考量到國際間為了疫苗護照的問題 也有一些爭議將會同專家討論疫苗人權的平衡問題 疫苗的通行證 這個在目前我們大概還不會採用 一個方面現在疫苗當然施打也算低 然後第二個在施打疫苗到達一個程度之後 事實上也有一些人是不想打的 那是不是用這樣子來限制某一些人的一個 他的一個通行的方便性 那是可以討論 我們看到其實其他的國家 包含像是從歐盟是最早 民眾黨立委拿出歐盟、英國、美國 還有剛開放的日本等國家 疫苗護照的實施情況 建議政府應該要跟進 如果今天沒有我們的疫苗護照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這些旅客 不管是我們的旅客要出去 或者是其他國家旅客要進來 其實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重點放在邊境高宏安指出 疫苗護照能夠大大降低商務人士 或者是來台人士的便利性 其中隔離天數還有免隔離的部分 也是提升往返效率的重要一環 連接衛視張維成台北採訪報導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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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